記得嗎?較早之前,這件事大概也有十年了 有一個A1的頭版,拍攝著一個馬蘭奴 前面有一條很大的藍旗吞拿 就說我們香港人不知什麼投得藍旗吞拿不知什麼一 某個連鎖餐日本店的老闆 記得嗎?記得 整包像野人一樣在藍鏡前面,鋸牠 鋸牠,拿去吃嘛 記得嗎?我做過一次 記得這個畫面嗎?有有有 這就是一個新聞,自從這樣之後 無論去到以前的築地,很多人參觀過漁市場 沒錯,在附近周邊也可以馬上有新鮮的海鮮吃東西 對 對,但是先想一想,因為我們可能是受害者 所以我們很明白這次新的豐州的漁市場 即是築地搬了過去 東京築地市場已經關閉了,搬了去豐州市場 其實我們明白,因為我曾經是很大的受害者 你知道嗎?這個女的叫什麼呢? 那些譬如,我記得那一段叫什麼? 南海影視城,我們拍一套電視劇 它是被人買票入場看的 你拍戲的時候嗎? 我們拍的時候是像表演一樣的 我們打小燈來拍戲,那些人會不停在那裡說話 那豈不是很划算? 即是你們已經在幫他拍東西了 但那邊相說,他還要收錢給人進去看你們拍戲 是啊,當一個景點 那豈不是很划算嗎? 那豈不是做兩門生意 會的,又收你租 又收其他人進來的入場券 那豈不是虧虧 好像主題公園一樣 很慘的,因為我們的電視劇是現場收音的 無端端,就算你們都哭了 過了,過了,過了 又要NG 你現場收音比較慘 又要NG 因為不停有些人在說 就算不現場收音怎麼做 如果我真的要做那些,那些感情戲 你在旁邊那邊就說 我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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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我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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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那當然不行,很影響別人的 很影響 因為不停有團進來 你們可以投訴嗎? 沒有的 沒有的 是這樣的嗎? 是這樣的嗎?我真的不知道 全部影視性都是這樣的 就算我當那天沒有外來的人 進來圍觀你們看戲 因為整個影視基地 是幾組人一起開戲 就算你們在拍哭 突然在旁邊那組 你突然跳出來,第二組多個鐘 就是這樣 第二組的聲音都會影響你 其實是 很慘 我都不明白怎麼拍 但現場收音 真的不可能順利拍攝 我告訴你,一場戲不是因為我們做得不好 是因為現場太多遊客 很可能的 我們試過有一場戲是說那些追殺的那些 我們拍了五十多輯 好可憐 先有一輯就是勉強聽不到那些人說話 到最後應該是追殺外面來玩的那些人 你沒有機,不要停啊 我追殺外面 跑到氣都喘 那就是了 有沒有想過議員的感受呢? 記住我們在工作他們是遊客 為什麼我們是受害者呢 遊客是看拍戲 但我是在工作 我只是日常生活 我只是工作 321 他們突然叫 過來了過來 兩三次啊 試試拍照拍照 拍照拍照 有兩次又怎麼樣 女演員也發脾氣 當然發 因為那場戲是哭氣,他無緣無故剪掉,他還沒回法情緒 他有什麼事?他有人閃光燈,閃了臉上 就是沒玩沒聊的,搞什麼? 那就是你作為影視城,如果是老闆,你當然覺得沒問題 他又收那些遊客的錢,那邊商就是我們都給了錢,又收你租錢 你們演員來到後都是工作,讓人看看行不行,那我就覺得真的不行 當然不行,我以前做過某個電台,我也覺得是奇怪的 他就是把他們的Studio,即是我們的Studio,放在一個流冰場上 首先很冷,第二就是有很多人在外面站著老冬地看著你 那就是金魚光裡面的心魚 對呀,我們以前就是 你也是做節目,我覺得真的會有影響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做節目的時候,我會有表情,我會有動作 我會做一些事情,或者我會有自己私底下的事情 你在外面看著你,或者有時候正如你所說的 無緣無故做節目的時候,閃光燈閃你,那怎麼辦? 沒有的,你不能跳出來的,你繼續說話 對呀,很不喜歡,遇到最後都很幸運,聽大家的意見 最後又去到船底 又去到船底,在他的商場,流冰場上面 他就說那時候,英美國家有很多Studio都是流行的 可以給現場的人吸納,有多些人可以在商場看別人做節目 就是這樣來的,他們就覺得可以吸納外國的經驗 不如把那些東西放回香港,但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有些東西不可以照顧主管 做不到就做不到,我們舊的下面的三樓也是這樣 那時候也是,我不喜歡的 他帶一幅透明玻璃,你喜歡嗎? 因為老闆問過我,我說我的人做節目我發瘋的 就是啦,鬼上心的 最好就不要看到我了 所以你做節目的時候就會落臉 不是,你記不記得後期我進去另一間房間 因為他們原本就想放我去大房間 我說不用 我說我很不喜歡的 我說我不喜歡的 就算你給我去大房間,我背後就得到後面 是啊,一定是這樣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因為我做節目是發瘋,像鬼上身一樣 我怕會嚇到你的客人 其實老闆是對的 就等於現在這樣的話 有一個鏡頭對著你 有多少人會在大電視看著我們做節目 原來是對的 原來那些人是喜歡的 那些人是喜歡的 但是我覺得 有畫面的 都是要在一個我們會覺得安全的範圍之內 我覺得這樣做我覺得OK 我明知道 我如果接受這份工作的話 是會有個鏡頭對著我的 不失禮的就是你在那裡 是人經過的都可以看著你 不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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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 是,是,不同 是,不同,不同,不同 又或者在外面那裡 就有人會這樣 你在做節目 在那個屏幕外面 就是在那個玻璃外面 就會有人這樣站在那裡 對,和你指手滑腳 對,和你指手滑腳 對,和你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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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對,根本就一定是馬太煩 對,真是的 對,和你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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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店也好 影視城 所有都是 現在因為 門口入場 可以麻煩到怎樣 有影視城 事日 寫明的 事日 在拍電影 電視劇 有一個公告版 演員有多少個 范冰冰 黃曉明 誰誰誰 他們如果那天有大卡 入場費更貴 賺到你盡 真的很慘 他們也說有一次 那個影視城有吳亦凡在這邊拍 原本入場費是120人民幣 原本也要120人民幣 變成1500人民幣 哇 和味 我圍著他看 一張票是1000多元 我真的很討厭人家 有時候你拍街景也是 很多時候你會圍著街 圍著街 人是會看的 但就是因為這樣 明星成為了影視城賺錢的工具 所以明星也可以要求 怎樣 不拍的時候有一輛專用車 有的 是因為這樣才給的 是嗎 是因為他們說 我要坐在椅子上 我也要休息 你又讓遊客進來 那我吃飯怎樣 我去廁所怎樣 所以後期大家在爭拗之下 才給這些專用車 但他們不是一向都有那些七人保母車嗎 我不是說保母車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明星專用車 是寫著一卡的 一個貨櫃 有自己的名字 有床有桌 有椅子 有私人廁所 在裡面的 一個貨櫃 荷里活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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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會有這些叫做明星專用車 那這個都合理 合理 總之你不用拍 他們是甚麼的 他們所有的保母 一圓了 那場戲 他們就蓋著它 這樣可以 那你和劇組講條件 這些事情 一開始 你和劇組講條件 當然 當然 頭頭就是某些大卡士有 當然 後期講條件 開始第二檔 第三檔的卡士都要 即是我們這些 四五六七線都開要求 那也是 我拍攝的時候 我真的沒辦法 但我不拍攝的時候 那些是我的私人時間 那鏡頭還沒到我的時候 難道你還叫我 剛吃完東西的時候 坐在那裡 讓客人游客 看見我在那裡瞭眼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都不行 那時候都說了 十年前 就是十年前 我又回去環店那裡拍 跟女良偉 女良偉 應該有專用車 女良偉有專用的 七人的保姆車 保姆車就是 七人的保姆車 保姆車 保姆車 我以為他也有專用的 有餐卡 不知道是否十年前還沒有呢 真的十年前 這件事也有了十年 然後我們放飯 我們也是坐在那些 報警的店舖 有啞傘頭 開桌子 坐在那裡大家吃飯 然後進來圍觀的人 就說 劉仁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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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到一半都要起來 跟那些人拍照 好慘 那時候已經在吃飯了 你問我 如果假設女良偉 見到人家旁邊那組 那個人不需要坐在那個檔口 你覺得他會不會要求 當然要求 因為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是最大卡 其實我想說 你問李麗裔 其實是三十年前 這些專用車已經有了 我們在加拿大拍攝 富貴冤家已經有了 是外國 已經有這些專用車 我們拍攝的時候 都是上這些車 但如果你說大陸 大陸也是這十年之內的事 大陸也是 還有可以租的 藝人可以當作 香港的保母車 這樣租的 不是很貴的 如果我這些六七八線 我都可以租一架 真厲害 那你就跟其他人一起去 分享 其實是那些 村州過省的旅行車 你說有了這些車多久 很久了 25年都有了 中國也是 你是夠不夠卡市 因為我記得拍一部電影 我已經說過了 刀劍少 劉德華一部 林青霞一部 然後很幸運 林青霞那部 林青霞說不介意 我就上去 貼著 梁思浩林青霞同一部 所以就讓你看到他就是吃腐乳 沒錯 我怎會見到這麼多東西 因為我跟他同一個卡 所以我曾經跟林青霞同居過 是的 居是私家居過居 是的 我跟林青霞同過居 一個禮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